南韓现在把重心移转到了生技产业 他们要在2020年将生技产业挤进全球的前十大 中天新闻记者独家进入了南韩中青北道武松生技园区 在这个里面有全球第一台像自动贩卖机的客制化维他命机 只要手指头按一按就可以量身定做出属于个人健康状况的维他命 南韩空军黑鹰飞行表演不是在他们的国家庆典 而是他们最重要的生技博览会现场 手笔之大还请来了南韩K-POP歌手来招式 中天新闻独家前进南韩中青北道武松生技园区 一探他们的生技产业发展 光是一场国际生技产业博览会 就花了250亿韩元打造 从化妆品医疗器材到最先进的生技产品 全一次展出 就连南韩总理郑鸿源都放下官员身段 到现场直接适用最新的化妆品 最新的生技科技产品技术也在这抢先曝光 像是这一台长得像自动贩卖机的机器 它是全球第一台客制化维他命机 这里头全是各种颜色的粉末 粉色蓝色紫色的一指一按就能量身定做出 属于个人健康状况的维他命 我现在只要把我的身高体重和最近的健康状况 输入到电脑里头 再待会就可以制作出属于我的维他命 那刚刚所有我的医疗数据 现在都已经跑到这台平板电脑里面来 我现在只要按这个紫色的键 所有这个医疗数据 就会帮我让出所有的维他命的资料 再待会这台机器就会把我的这个专属的维他命 现在用这台机器制作出来 一包一包一星期分量的维他命 健康资料透过云端大数据分析出来 再送到电脑中处理 从开厨房到包装 一台机器一次完成 维他命是人们不太强 不太强力也不太强力 所以在韩国最终的摄取量 这台维他命客制化的机器 还没有上市 就已经获得首尔国贸世界发明展金奖 有计划性的要在美国的大型超市 和南韩的医院量产浪民众使用 像这样用科技产业结合医疗生技 就是目前南韩生技产业的最大亮点 未来像是糖尿病患测血糖的数据 也可以和手机平板电脑进行整合 目前已经有160万人居住的中青北道 它是韩国非常重要的生技产业中心 你可以看到现在是武松的生命科学园区 在这里头有60几家的生技公司 在这里迅速发展 中青北道成为南韩主打的生技科学园区 不是没有原因 LG生命科学园区制造出生技疫苗产线 胡运镇新药以及LG化学研发的电动车电池 还有SK海力市全都在这 中间新闻独家执集 这里除了是产业重镇 最主要的是临近南韩未来 要将首尔市政府迁移到市中市 新大楼林立这个新市镇就是市中市 2015年南韩中央政府除了外交和军事之外 所有的政府单位都要从首尔迁到中部的市中市 新大楼林立的市中市 南韩把未来整个生技的产业范围扩大 包括了医学生技和医学 医疗设备有机农产品 要打造生物村的概念 现在更以资金区的模式吸引外资合作 国家企业已经走到国际上面 而且在国际上又是非常有竞争性 所以它现在积极欢迎任何的外资 包括不管是资金上面的 但是他们更重视的是这种技术性上面的这种合作 结合BT和他们原本的强项科技IT产业 生技产业将是南韩政府全力投资 下一个要站上世界舞台竞争的明星产业 他们预计要在2020年将生技产业挤进全球前十大 热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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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法